四天国庆廉假为花莲带来旅游人潮 远雄海洋公园特别推出的国庆宝宝免费入园 以及宜花冬乡亲优惠票价 同时搭配十月份万圣节主题游行 有一系列精彩热闹的表演节目 国庆廉假尾声 想出游的民众要保卧其回 四天国庆廉假为花莲带来旅游人潮 远雄海洋公园特别推出国庆宝宝免费入园 以及宜花冬乡亲的优惠票价 远雄海洋公园在双十的廉价 招待国庆宝宝免费畅游游乐园区 只要十月十号出生的寿星 就可以在廉价的期间免费入园 那同行的友人也可以用六百九十九元的优惠入园 另外只要是宜兰花莲台东的乡亲也有优惠 那海洋公园预估整个国庆廉价四天 入园人数大约莫在两万人次 海洋公园搭配十月份万圣节主题 各个馆区都有精彩热闹的表演节目和游行 而全台湾少游的美人鱼秀 更是吸引了大小游客丽丽欣赏 国庆廉价尾声 想出游的民众要赶快把握机会 借轮会双相报道